赵云一生不被刘备重用,临死前喊出两个字,诸葛亮文言泪流满面,在前段时间比较流行的手游王者荣耀中被貂缠换作子龙哥哥的游戏角色,便是三国时期属汉的名将赵云赵子龙。 赵子龙世今河北省政定人史书记载,子龙身高八尺,一米九十三,身材魁梧此外赵云还以他高超的武艺,一流的人品,捕获了大量的粉丝,但是就是这么一位偶像级的人物,在从军的道路上,却几经波折。 在汉朝末年时,赵云加入了公孙在的军营在公孙将军的军营下时赵云,结识了带着两个弟弟,前来投奔公孙将军的刘备,后来赵云因为兄长离世离开了公孙在,而这一走便是七年七年后子龙。 为言刘备在这七年间先离开了公孙在,投靠了曹操,后因与曹不合便投靠了袁绍,于是赵云决定前去袁绍军下,与刘备会合刘备刘玄德是中山晋王刘胜的第十二世孙据说,比当时在位的皇帝汉县帝还要高出一个辈分,来所以刘备也素有刘皇叔的称号,但是刘胜的生养能力特别的惊人。 据说他一共有120多个儿子,而到刘备这一代时,之间的血缘恐怕早就淡得不能再淡了吧,但是刘玄德同学可不在乎这些,依旧挂着刘皇叔的名号,足起了自己的一方势力,反正当时也没有DNA亲,此鉴定他想说什么都行,他也靠着这个名头,从一个卖草鞋,的变成了一方诸侯。 其实刘备与赵云之间的关系,一直都是人们闲暇详时探讨的话题,很多人对于两人之间的关系也持有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刘备有始至终都没将赵云看作自己人,仅仅是将他当作保镖,跟班。 有人认为,刘备对赵云有着深厚的基友情同传共踏,连桃元三结义的兄弟,都没有过这样的待遇,因此刘备还是爱赵云的之所以。 有人认为刘备只将赵云视作跟班是因为,刘备攻下一周后封赏了大量的将领关羽和张飞都被封为了大将军,而在军中同样没少出力,的赵云却只被封了个有名无实的一军将军。 但是也有人,从刘备兵败曹操赵云孤身返还迪营救少主和夫人,时被刘备身边的某些人,向刘备进禅言道赵云投靠了曹操刘备却答道,子龙断然不会弃我而去,看出了刘备对赵子龙的信任刘备临终,前将国是交由了诸葛亮,而将辅佐少主的事交给了赵子龙也可见刘备还是比较信任赵子龙的。 还有人认为,之所以刘备前期没有重用子龙,不是因为刘备没看到子龙的才能恰恰相反的是,因为刘备看出了子龙的才能所以不重用,他是想让他在阿斗长大后用心的辅佐阿斗。 赵云的确有才能在袁绍带领千军万马前来攻城时,使用了空城计,将袁绍的千军万马打得落荒而逃而后,又在刘备失去理智。 决定攻打东吴时加以劝阻劝说刘备曹操才是国贼,当务之急事先消灭魏国,但是刘备执意攻打东吴后最终结果是由于自己的冒进,被陆逊抓住短板来了个火烧连营,惨败而归并死白帝成刘备死后。 诸葛亮掌握蜀国实权,在北伐中由于诸葛亮指挥不当措系满速使得北伐兵败,赵云出面掩护军队撤离,为蜀国保留了大量兵员就在这不久后,赵子龙因并卧床不起,在弥留之际,口中任念着北伐,虽然赵云一生都没有被刘备重用,受尽不公平待遇,但是临死前仍然为刘备的江山着想, 一心想着希望消灭北方的强敌,辅助右主其中心,让人佩服,这也是与诸葛亮的想法不谋而合诸葛亮文言后,竟忍不住放生灰泪痛哭,泪流满面。